《地藏菩萨本宴经》 《地藏菩萨本宴经》 使伯罗门尼之母在世不信因果 既当谁业必生恶弃 随买家载广丘香法及诸共聚 以仙佛踏实大心供养 见杰法定制在王如来 其形象在一世中 色化灰龙端眼必备 使伯罗门尼张力尊荣备生敬仰 诗字念言佛明大觉 既一切智 若在世时我母死后 党来问佛必知触手 今天就念经文念到这里 这一段的意思是讲佛罗门尼 他知道他自己的母亲 在这个沙婆世界 在人间 便没有相信因果 所以依照他本身的这样子推断 他的业障 应该讲起来他会生到这个三恶道之中 所以佛罗门尼啊 就赶快把这个他的这个房子啊 加载 那么卖掉 那么卖掉 意思是说卖一些钱呢 那么这些钱呢 他就去买最好的香 最好的花 那么去供养 去做供养 就是以前的人呢 他在这个寺庙里面呢 佛塔大心供养 就是做最大的这个供养 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个杰伐 定制在王如来的像 那像在寺庙里面呢 雕刻的跟画的都非常的庄严 所谓的三十二像 那么博罗门尼啊 看到这个杰伐定制在王如来的像以后呢 就非常的这个敬仰 恭敬瞻仰的意思 心里面在想啊 这个佛啊 就是大杰者 种种的智慧啊都有的 假如这个佛呢 在世间在人间的话 那么那个时候他去问他母亲呢 生在哪个地方啊 往生哪里 那么这个佛一定知道的 这整段的大意就是这样子 那么其中呢 我们呢 谈到这个 他的母亲不信因果 这个因果两个字啊 在学佛的人都明白 而且很清楚 这世间上的一切 莫非因果两个字 世间上的种种的事情啊 都是有因有果的 那么因果啊 是相连着 相连着 在一起的 我们平时在讲啊 是种豆 他就会啊 得到豆 那种瓜 你就会得瓜 所以瓜田里面呢 不可能长出这个花生 啊 这花生田里面呢 也不可能长出这个瓜 事实上你种什么 就是得什么的 这个就是因果 很简单讲起来 这个就是 我们所讲的因果 但是还是有人 不会相信因果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 只看到母亲 你只看到因啊 没有看到果 所以你不相信因果 有些人种恶因 那么那个果还没有成熟 还没有出现 你就认为没有因果 世间的人啊 一般来讲是 眼睛是短见 他的眼睛看的比较近 所以因果我们都是信的 这个佛教本身来讲起来 我们都是相信因果的 像这个 我最近研究这个日本的 这个哲学 看日本的哲学 他日本呢 有一个现象 跟我们 中国的现象 不太一样 中国的天子啊 从 摇 顺 鱼汤 一直以来 便没有世袭的制度 没有世袭的制度 也就是摇顺鱼汤啊 哪一个人 他的才能好 他就当天子 就当皇帝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像那个 他们还有残浪的制度 我们中国 这个人才能很好 我把皇位 皇帝的这个位置 让给你 这一点 这一点呢 在日本是没有的 日本的天皇 从开始 第一个天皇 从开始 到现在 目前 日本的天皇 同一个协同 同一个协同 中国不一样的 中国有很多平民啊 像朱元璋啊 他只是 以前当个 跟我们一样的 光头和尚 他是平民啊 他有机会的话 这个机运一来啊 他新兵起来啊 他也当成了一个 这个明朝的 这个开国延兴 他当了明太祖 朱元璋 他是平民啊 革命 平民起来革命 推翻 那个朝代的 他就当了皇帝 这在中国是有 中国很多的这个 平民啊 出来以后啊 他起义 那么他成功了以后 他就当了皇帝 这个现象啊 在日本没有 日本天皇 完全从开始 第一个天皇 到现在 目前的天皇 完全就是一个 世袭的制度 什么原因 让日本变成这样子 他们难道 不会把这个 日本的天皇 给他干掉 他自己当日本天皇吗 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脑筋里面有一个想法 日本的天皇啊 是由天上来的 他们前几世都做过食善 所以有他的因果关系 他为什么他身为天皇 是因为他有因 有善因 所以他身为天皇 这个善因啊 不可以磨灭的 没有人敢去推翻 没有人敢去推翻 不像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天子 看你做的不好 我就给你干掉 换我来干 换我当天子 当皇帝 所以中国皇帝是能者 得到基因的 任何人他只要有成就了 就可以当皇帝 他基因一到啊 他就当皇帝 那日本没有的 因为日本人所有的观念里面 这里面有因果关系 他说为什么他会出生为天皇 就算这个天皇笨笨的 但是啊 他至少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面 他在想 这个人在前世 已经造了 这个天皇在前世 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食善业 所以他才出生就是天皇 日本人崇拜天皇 只要听到天皇的名字 他就 就立正 两只脚他就立正了 不管你这个天皇怎么样 反正你一定前世 一定有善因果 你才会变成天皇 所以一听到天皇的名字 就立正 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日本天皇 什么原因让日本变成一个国家主义 他们认为 也是有因果的 日本人认为啊 他们这个国家是神的国 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民啊 全部都是神生下来的子民 跟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一样的 那些他们认为他们的品啊 他们的民主是第一高 他们是神 神明也就是神国 神明神国 所以他们 拥护他自己的国家 他就是说 他就是说 这个国家就是我 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住在这里的人民 所以我们拥护这个国家 就变成国家主义 国家至上主义 像他们对天皇的崇拜啊 就等于崇拜天皇就是神一样的 神的一个代表 他们世习的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天皇 所以生成天皇 是因为他们以前过去世啊 在英国里面讲前 他们造了十善业 所以才生成天皇 所以底下的日本老百姓呢 当然不能反对他 因为一反对天皇的话 就等于是说 他自己已经是一个坏人了 他不是十善业的人 因为天皇代表着善嘛 那反对天皇的话 就自己变成恶了 所以他们不敢反对 所以你看那个日本天皇 从古到今天没有被推翻 永远都是天皇 我们中国的天子不一样 我们中国天子 虽然也算是天的儿子 但你要做错了 就被人家 所以国家至上主义啊 跟天子崇拜啊 在这个我们中国是行不通的 但日本人也是讲英国 你看他的英国就是 因为他们的观念 就是说天皇本身就是行十善得来的 才会变成天皇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尊敬 所以这个是日本的哲学 跟我们中国的哲学是不一样 不过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啊 跟这个儒教啊 是传到日本去 儒啊 孔子的思想 唯一没有传过气的就是孟子的思想 为什么孟子的思想不能在日本行得通呢 因为跟日本的国情不合 就是说 孟子的思想啊 是讲禅浪 禅浪的就是说 哪一个有得者居之啊 他不是讲嘛 民为贵 国家赤之 再来金为君嘛 就是说 老百姓是第一位 国家是第二位 那么皇帝呢天皇是最低的 那是跟日本人刚好相反 日本人是天皇是第一的 国家是第二的 老百姓是第三的 那么所有的老百姓是要帮助天皇的 但日本的观念是这样子 所以看到孟子的思想 就通通都摇头 哪有这样子大虐不道的 所以听说啊 他们编了一个故事 说这个把孟子的这些书啊 印成书啊 从中国要传到日本的时候 在海上就遇到台空 遇到台空 哇 这孟子的这些书啊 全部都沉到海底下去 所以他们日本人认为说 孟子的思想不应该在日本流行 他们只流行孔子的 跟这个佛的这个思想 那这个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我这里谈到因果呢 就是讲说 我们啊 我们啊造什么样子的因啊 就会结什么果 这个因果思想很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香 什么是法呢 那我们晓得这个香啊 供佛我们也是香花灯茶果嘛 香就是最好最名贵的香 法就是法嘛 广求香法 这个香有什么作用 香我以前讲过 可以传遍十方法界 法呢 代表着清净 你有不好的业障 你供清净的话 你可以消除自己的业障 这就是香法 集诸供祭 供祭我们密教是 最懂得用供祭的了 最好的这个供祭啊 这个像八供啊 二十七供啊 三十七供啊 九供十供啊 很多的这个供品 然后供祭又是用最好的 所谓的这个伯罗门女啊 詹李尊隆 詹是詹仰 李是礼拜 詹仰 詹就是看 看来很庄严 那么做礼拜 啊 詹李的这个意思 这个詹李尊隆 有很多人啊 一般来讲像一些 一神教 一神教来讲起来 在西方的宗教 对于我们中国的宗教啊 或者佛教 大惑不解 为什么你们拜偶像 就是讲这个偶像 其实这个偶像啊 可以这个射心 它的重点在射心 因为没有形象给你看的时候啊 一般的人啊 他没有办法 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中心出来 所以在像法时代啊 佛教的像法时代 它是共像 那么这个像啊 当然是十分的庄严 也就三十二像 这种很庄严的佛像 摆在你面前 那么你看到佛像啊 心理上啊 不一样的 那一种就是也射心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认为啊 我们共像啊 便没有错 便没有什么错的 因为像本身来讲起来 是有射心的作用 你在很庄严的谈诚面前 修法的时候啊 你会产生一种非常 这个树木 那么非常静养 非常安和的这一种性 那天主教也是有共像的啊 天主教我看那个 去了那个天主教 这个大的很大的教堂里面 他有共这个所有门徒的像 还有共圣母玛丽 共耶稣 那么种种的这个雕像 也是很庄严 让人家看起来不一样的 那没有共像的 我们就觉得好像很空患 什么都没有 这个没有办法去产生一种射心的作用 佛教徒本身来讲起来也知道像是假的 也知道像是假的 但是在虚空中啊 佛本身就充满虚空之中 那么像也可以称为真的啊 不一定是假的了 因为他既然充满虚空之中啊 那个像也就是真啊 怎么可以讲假 难道只有这个像假其他的空都是真吗 其实这个像也是在真之中啊 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所讲 这个上帝啊 也是无所不在的 那既然是无所不在啊 你任何个地方都有上帝啊 包括这个假像里面也有上帝啊 那这个道理啊 那这个道理啊 差不多我们都可以知道的 都可以了解 所以这个 这个异教徒啊 批评佛教士拜偶像 其实偶像也是真 也是真 也是真 虚空中任何地方都有佛 包括偶像也是佛 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这个像啊 可以射受这个心神的 这个 佛啊 是叫大觉 叫大觉者嘛 据一切智 所有的智慧 他都有的 所以佛能够知道啊 这个人死后啊 波罗门尼的这个母亲死后啊 到底哪里去了 那个时候假如佛在的话 来问佛一定知道他到哪里去 不用说那时候佛在 他知道了 你们来问我说 大家很多弟子来问我说 诶师尊啊 我祖父到哪里去 我祖母到哪里去 很多人来问的 我也能够答 为什么我能够答呢 我也是依照因果答 我也是依因果答 我要看两样东西 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人本身的 出生的年夜日时 一样东西呢就是看他的像 看他的像 我看这两样 然后依照这个佛菩萨的灵事 来断定他往生哪里 第一个 依照他的生年夜日时 我就知道他的心啊 他的前世 过去世当中啊 他做了什么 这是依照英国嘛 他过去世当中啊 像他过去世当中 假如是啊 一个这个心地非常邪恶的人 那么他这一世做的 再怎么样子 他还是会有恶报的 还是会往生到不好的地方去 我只是看他的过去 那么我看了八字以后 就知道他往生哪里 看到他的那个年夜日时 我就知道他往生哪里 这个是我以前我师父教我的 然后再看像 你这个面相照片 你拿给我一看 我一看哎呀 这个是坏人嘛 那这个是好人嘛 这个人心地如何 一看就知道了 因为人的像中啊 就已经有他的 他做了什么业 就已经刻在像中了 他以前做了什么我都知道的 一看了像就知道了 那么就依照他的像 可以断定他往生哪里 这两样都不足评的时候啊 因为也有特殊例外的 那么就靠虚空中的佛菩萨 给我灵似 他一下子的一个闪电的一个灵似 这个人往生哪里 天人阿修罗第一 恶鬼畜生 六道轮回 或者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佛果 佛 菩萨 声闻 言解 到底到了哪个境界 马上就可以推断出来了 依照这三个推断 其实就是因果 一个依照他的前世去推断 一个依照他现世的面向去推断 一个是靠虚空中的灵似去推断 好 那时候杰华定志在王如来能 今天的师尊也能 好静人就谈到这里 Omanybemihom Omanybemiho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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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